各位觀眾,今天想說說 是一個維修片 我覺得在加拿大,很多時候 你自己都會有一些DIY的製作 很多時候會牽涉切割這件事 切割金屬,現在這一塊 大概是四分之一吋厚 兩吋闊的鐵片 其實我們很少會處理這麼大的鐵 但我只可以給大家看一個實驗 例如我要切割這條鐵片 只需要很簡單地做一條直線,鋸短一點 一般,如果加中什麼都沒有 這一種手鋸是最簡單的 亦是最便宜的 Dollar Store幾元雞都會買到鋸 最重要就是鋸片 是比較膩的 如果鋸片,你現在看到這一把 已經是用得比較舊的 我拿一把新的,大家看看 看看有沒有,死火了 沒有啊 沒有啊,不要緊 隨便說一下 因為我不打算用手鋸給大家看 這把就是一把放大了的鋸 你看到鋸 你看到鋸是單向的 那個形狀呢,其實就是一個放大了 這把鋸,它有些鋸齒,對吧 鋸齒是單向的 譬如,在這裡要鋸的時候 你看到鋸齒的斜度 是斜向前面的 即是說,如果我要鋸的時候 只能夠在推動動作的時候 是產生到切割的作用 將金屬削走 而拉的動作是空的 因為那個 斜的方向只是向單邊 這把是大把的給大家看 其實放小了就會等於這把一樣 假設你鋸了一把新鋸片 收緊螺帽 令它拉行在這裡 鋸的時候,通常 我們會畫一條線下去 你可以用雙頭筆 或者拿一支尖的物體把它刮花 就形成有一條直線 讓你直接看到 鋸是這樣拿的 前面這裡 托著前面 手在後面 好像握槍一樣 先做一下向前推的動作 但是你會說 線來線去,不能開不了 我們叫做口 開不了口 開不了口,通常我們會用我們的手指 我記得幾十年前 我學金功的時候 老師第一樣教,他是一個基督徒 他說,大家知不知道為何神做人 其實做得很精妙 我們的手指是彎的 你的手托著這裡的時候 把腳放過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剛剛避過了這些腳趾 他叫我們是這樣的 放著 做一個拉的動作 同樣的位置 拉的動作 拉得多拉 我拉給你看 拉得多拉,就會花了口 花了口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做 推的動作 因為他不會再滑來滑去 一下 推下去 拉的時候 就不需要壓住了 你就只是 放著,讓它回來 第二下要推的時候 就會在這裡施壓 施壓下去壓住 推一下 在這個時候 你要留意著腳線一直下降的時候 有沒有偏歪了 如果歪了的話 你慢慢做一個調 每一下都做一個調 這樣腳的直線就會比較好些 另外 發覺很多人拉這個腳的時候 手的動作其實是弧形了 弧形 其實拉小提琴 拉二壺 都會留意同樣的情況 就是拉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條直線這樣推 然後放輕地拉 還有一把鋸 為什麼是最便宜的切割方法呢 當然是有它的不好處 你鋸每次走的時候 其實你的弧形 只是走了大部分 就沒有走完 所以你發覺鋸的一頭一尾 就很新正 你來來去去去 都是中間那一部分 鋸片有不同的價錢 漂亮的當然會比較適合 不便宜的當然快點就會掘 只要你不似勞虎 不斷鋸 記住 鋸那一下用力壓住 收那一下 其實你就放鬆了 你只是用向前那一下而已 如是者 你經過可能半個小時的奮鬥 這條鋸鐵就會被鋸掉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就是用 Grinner 火石機 在很多年前 火石機的火石 只是做到很厚 如果你想想想 這個東西這麼厚 在這裡轉 磨下去的時候 會把很厚的物料都磨走了 你是不想看到這個東西的 因為你不見了很多物料 而且產生的熱量也很大 摩擦就會有熱量 這個Grinner 其實當時設計 是真的用來打磨金屬角面上的位置 或者磨走一塊 並不是切割的 但後期 製造的物料 越來越成功 就可以把它做到很薄 很薄的 就算磨下去的時候 它只是磨走很薄的部位 甚至可以比喻 和你的手鋸鋸出來的 闊度是差不多 但是這把鋸 因為它始終是電動工具 它會有一定的危險性 特別是當你嘗試去對準它 拉上 用你的眼睛去看 你想鋸這個位置 你就會用眼睛去拉上鋸 這個時候 其實是最危險的 這個火石機 這塊火石片 它叫做Cut Disc 那塊是Grind的 這個就是Cut的 這樣鋸下去的時候 這個碟是有機會 在高速旋轉的時候爆 爆的時候 剛剛你的眼睛 又拉上這個角度 如果它爆的話 就剛剛好飛進眼裡 當然有些朋友說 有個格子 有個蓋子 沒錯 我只是沒有裝進去 正確來說 它是有外殼保護 它保護大部分 露出大概五分之三 五分之二的位置 讓你用來切東西 我只是介紹一下 其實用到電動工具 你真的最好有一個 全面罩 還有帶手襪 還有在開動這部機的時候 因為它的轉數很快 也會有很強的震動 是要捉得很緊的 用的時候 也不要習慣了手勢 掩著後面 後面是它的出風口 很多時候 燒摩打 是因為你的手掩著它的出風口 要留意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手柄 可以駁在這個位置 那些太細節了 我不講了 我今天主要是講 切割 有什麼不同的機器 可以幫你家居切割 也是比較普遍 所以Cut碟 戴好面罩 眼罩 全面罩 穿了一些厚的工作服 手套 開動的時候 直接這樣鋸進去 鋸進去 鋸進去 這個碟 其實分開不同的直徑 大概是四寸半至五寸 是比較普遍的 這些是四寸半的grinder 它可以安裝到五寸的碟 但是就要把Protect的蓋拆走 才能安裝到五寸 軸心裡面 分一點尺寸 你跟回你的型號去買 我覺得蠻好用的 因為它真的只需要插梳 就可以做到切割的動作 不過熟能生效 其實一定要定 有什麼要說呢 還有當它這麼高速旋轉的時候 產生的火花 是會向周圍彈的 在你的附近就不可以有些二元的物體 譬如是煤氣瓶 電油瓶 那些你附近就沒有了 好 去到第三樣 這個我們叫做jigsaw 其實它的 筋是很少的 它只是不斷地上下 游走 筋是很短的 你用即梳鋸鐵的筋 它是可以鋸到 不過時間是很久很久的 亦都是因為它的鋸片的原理是彈向 所以只是在一個動作 是有動作 另外一個動作是空轉的 還只是會產生熱 這個筋是很短的 這些也是可以 幾十元買到的 你用了不同的鋸片 就鋸不同的東西 還可以鋸鐵、鋸木等等 第二樣 就是比較大把一些 這些的 筋會比較長 但同樣它也是單向的 單向即是一下是沒有作用的 那麼 這個我都不太建議 這一部已經有很長歷史了 我買的時候 大概 都有二十年前 它是一部PASMA Cutter 它有一個窗嘴 類似燒刊 但它的動作是負責切割 就跟燒刊剛剛相反 所以燒刊是你要固定一樣東西 將它連接 現在這個是用來切割的 開啟機之後 有一個電流的控制 因為這部是110W的機器 所以 就直接插入插速 但它需要最大 如果你去到50 安倍的時候 調到最大 它是需要你 Incoming support 電量是強一點的 可能會多於15M 所以如果切割太厚的鐵的話 是需要一個強一點的電力供應 另一個不好處 這部機器是需要有空氣的供應 即是說你家裡有一個Compasser 它在後面 有一個過濾器 你接駁空氣的進入 灌進去的機器之後 它有一個吹風的壓力 令到它製造了一個電能 能夠用風吹出來 產生到一個很高溫的溶點 去將金屬切割 但很有趣 它切割完之後 你可以直接觸碰那件物件 因為它不是很熱的 它就是產生電流的時候 令到它熱 而電流一停 它很快就冷了 我想說多無謂事 做就最實際了 另外有一個壓力可以在後面調整 我已經太久沒用了 這部機器已經有十多年沒用過 買的時候當年是400元 但現在我相信 200多元應該可以買到 這部機器開啟之後 我們會需要調整壓力 我現在用的大約是40 60 60個PSI在後面調整 這裏有一個測試模式 測試模式 測試器出得不適合 現在我調整的安倍 是Ampere的數字是40 即是它用40安倍 去產生電流 去創造一個能量 去切割 現在它跟燒刊是很相近的原理 我需要 走過來這邊 我把鐵片打橫 你需要兩樣hook up Pasma Cutter 你要追求一個忌鐵 忌鐵就很多時 燒刊也要忌鐵 Pasma Cutter也要忌鐵 如果這件物料本身有油漆 你要把它磨走少少 讓這個金屬能夠直接碰到它 我試一下這裏可以不可以 然後 按住它會吹氣 鬆了手後 它的氣一會兒就會停 記住 火花也會周圍彈 附近不可以有 不可以有 汽油或者二元物品 都是這樣說的 在這個角度 或者大家容易看一點 戴眼罩 戴手套 還有什麼安全要說 Full Face的最好 但它不需要用 燒刊時的 變色太陽鏡 保護眼罩 那種變色鏡 或者 那種保護罩 它利用Clear的都可以 我先看看它現在的忌鐵 做得好不好 看見到火花 你見到火花代表 它已經接觸 可以了 我嘗試在這裡切一條線 徒手掌 可能切出來 就會是S型 如果你用一些物料 去綁住這個嘴 的話 就可以有一條直一點的線 例如是木材 因為你不想它是金屬 而這個嘴在燒開 切割的時候 是要離開一點點 不是完全碰住的 碰住了就會失去 切割的電流 說多無謂 在這個時候 做一個示範 怎樣用PASMA CUTTER 去直接切掉它 切割的玉米 切割了一切 這裡有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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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不開 不如我吸收器 切割吧 又懶 隨便 用這個材料 刮花少許 讓它有金屬露面 記住,這不是危險的 只不過是一個收車或五金的員工 有時候會用到的工具 記鐵,記鐵又沒有了,近一點 我這邊也要磨好一點 磨花它,磨花它,磨花它 在腳的時候,留意著火花,如果已經向下方 代表已經磨穿了 如果火花還未磨穿透,表面上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你的手便走慢一點 我看到我的手,我不是完全見到那種金屬 即是嘴唇,嘴唇離開一點 它因為噴出來的氣,已經帶有電力 就不需要完全見到那種金屬 亦都不好 所以我是吊腳地吊自己上高 離開大概1mm左右 它亦都有一些尊重的左 是讓你直接是 一路用的時候有個距離 哎呀,還調製了 因為我家裡的電力供應 我用一個最便宜的插鬚 不是,13安倍的插鬚 去用這一點 所以我應該轉去插一個 20安倍的插鬚 先上去 先上去 關掉它 其實現在已經是斷開了 只不過我隨便沒有說 做得一個很完美的示範給你看 它現在呢 已經是斷開了 那你見到切割口 是會好像 有些氣流吹過 是彎彎的 這個就是那個 氣裡面帶有電量 直接把它 跟地接觸 地接觸 它就會把它切割 當然,原理我不太明白 但是它現在的溫度 就不是很熱 起碼放在手裡 你不至於會辣到飛起 如果你用grinder 或者用最 現在市面上 最通用的 Satellite Torch 的話呢 它是會成功燒到紅了 而且是很熱手 你要攤冷很久 也盡量不要太快去炸水 去砸到水 它會改變金屬裡面的分子結構 那個硬度就會改變的 一般來說 我們只是這樣攤冷它 這一塊 金屬這樣被切割 其實就是一個示範 就是希望做一個示範給你看 現在我是用40安倍 我可以將這部機 再調價到50安倍 但是我真的要確認 我有一個很強的 支援供應的電量 令到不像剛才那樣 跳掣 還有些什麼呢 現在你會覺得 一眼一分不漂亮嗎 是的 但是如果我有一條木的尺 讓我磅著這樣切 就會值得很多 而Pasmar Cutter的好處 你看到現在這些披口 其實 全部一撕就碎了 你一邊撕一撕 其實它全部都 都會脫掉 切口就會比較完整 好了 還有些什麼切割的方式 當然還有很多 我是很難一一介紹 只是我家裡有些什麼 我就 逐用給你看 其實都很適合 這部機器已經20年了 這個技術已經很久了 還有什麼是新的 我覺得比較有趣 你在家居做切割的 我就會再介紹你 另一件事 就是譬如你要切割一些圓柱體的東西 你是不需要用鋸 或者什麼 直接買一個Bow Cutter 譬如鎖 一個鎖頭 鎖著一件東西 你想直接切割鎖頭的話 Bow Cutter其實是好過 你去鋸猜猛的 一剪就是了 泡